- 《 》 大家好 我是立遠鏡 AKA 睽違一個禮拜 又要來一個500元系列了 沒錯 上一次我們的新系列 SG化之 500元吃到飽系列 第一集我們選的是麥當勞 然後我有說過如果喜歡的話 想要繼續有500元系列的話 記得幫我按讚 欸 很開心 有非常多的讚 有幾千個讚 非常開心 我真的非常開心 很久沒有達到幾千個讚了 那如果各位還想要看新的500元企劃的話 記得在這部影片下面按讚 一樣 月多讚 我就可以知道 大家真的很喜歡500元這個系列 從上一次的500元吃麥當勞裡面 我得到了很多的留言 大家的留言我都會看 那我也會去挑我覺得我想吃的 或者是有很多讚的 像是我上次就有看到一個寫 500元鹹酥雞 500元鹹水雞 跟500元滷味 它有寫很多個 然後那個留言的讚蠻多的 如果你的留言讚很多 欸 代表很多人想要看 那或者是 有時候大家都會有一種感覺就是 比如說看到水餃 或是聽到人家講水餃 或是比如說看到人家講麥當勞 聽到人家講麥當勞 或是看到圖片是漢堡 你就會突然間想要去吃這個 比如說水餃啊 漢堡啊 當你看到這個圖片 不只是圖片 有時候甚至文字 甚至是你聽到你只要看到文字 欸 你就會 喔 我好想要明天去吃火鍋 有可能聽到有人這樣講之後 你自己也會想要去吃火鍋 對 所以這一次選擇的這個東西呢 就是我在滑留言的時候看到有大概四五個 然後一直出現 一直出現 我就說 哇 大家真的想要看這個嗎 然後越看越覺得 哇 好想要吃這個 沒錯 那就是我們的 欸 實力去滑汁500人吃到飽 之第二集 滷味片 嘿 沒錯 我買了 538塊的滷味 在這邊 待會再來一一的介紹 每樣東西是多少錢喔 那我先把菜單稍微附在這邊 好 那我待會就會來慢慢的介紹 那首先一樣 我們先來量一下吃之前的體重 來看看吃完538塊的滷味之後 會變多重 我們吃了多少公斤的滷味進去 先來量一下一開始的 73.5公斤 好的 73.5公斤 那我們就先來吃今天的滷味囉 哇 各位看一下 哇 一邊血輪演的量 一邊輪迴演的量 剛才老闆在我買這麼多的時候 他問我說 這個是要三個人吃還是四個人吃 我就說 一個 對 老闆你直接很驚訝 好 首先是這個最貴的鴨肉 我點了一塊的鴨腿跟一個中段 他肉有分前中後段 然後價格不一樣 那鴨腿一塊是130 然後 鴨肉中段 中段是120 所以 這一包就250了喔 好 那我就先來吃吃看 鴨腿跟鴨肉中段 這種部分的 這一種感覺的是這個 中段 先來吃吃吃看 還OK 這一種還OK 來吃吃看鴨腿 鴨腿就是這樣 很明顯看起來 它是腿肉的部分 它是兩大塊 然後它幫我切成小塊的 嗯 嗯 腿肉不錯吃耶 腿肉它的肉比較有彈性 它的肉的部分比較有彈性 比起中段我覺得更有彈性 這個應該也是腿肉的腿骨部分 嗯 好吃好吃 欸 剛才這個部分應該也是腿肉 那它是在比較皮跟肉之間喔 皮比較多的部分 它咬那種烤烤 那種 咬到那種筋的感覺喔 嚼勁很足夠 很不錯吃 蠻OK的 那這一袋就是130加120了 好先來喝個飲料 啊飲料 飲料並沒有算在538已經 但是畢竟嘛 畢竟是拍500人企劃的嘛 就是要讓自己吃好一點啦 當然是要有一點喝的 不然只吃乳味實在是 有點太渴 好 再來是這一大包喔 這一大包裡面有很多東西喔 首先是海帶 6塊 嗯 欸 它的海帶是偏硬的那種 偏硬偏有彈性的 比較不像是軟軟的海帶 那 目前256 再來是大腸 喔我個人是蠻喜歡大腸的喔 大腸包小腸啊 或者是吃鹹酥雞吃滷味的時候 我都會點大腸 我可能蠻喜歡的 那這個大腸 一條是23塊 所以現在是279 欸 嗯 這個大腸的糯米味很重 糯米味很重然後偏黏喔 滿分10分我來給分 我覺得可以給分啦 好那我們現在來重新給一下分 剛才這個中段肉 滿分10分我大概給7分 那腿肉的部分我給到8分 海帶的部分呢大概有7.5 那這個大腸喔 這個糯米腸我很喜歡這個味道 加點蔥 這個可以8.5 這個糯米腸可以8.5 再來是我們的鴨蒸 我個人在吃麵 或者是吃滷味的時候 吃麵要打滷味嘛 打滷味我一定會叫的腥啊 或是乾 這個我非常喜歡這些內臟類的食物喔 有人不敢吃啊 但是我個人是滿喜歡的 來吃吃看 欸 是因為它是鴨蒸嗎 跟雞蒸不太一樣耶 它的這個 旁邊的部分比較硬 但是肉又是偏彈性 偏韌性的 還不錯 大概7.8到8分之間喔 再來就是新的 新一串是35喔 來吃吃看 味道就普通普通 吃完之後有一個新的味道會出來 回甘的這個味道會出來 大概7.2分左右吧 7.2分 目前336 接下來是這個脆腸喔 脆腸一束是47塊 OK 47塊 這個脆腸味道滿夠的耶 8分 這個脆腸有8分 我覺得不錯 再來是我們牛肚 它是47塊 我平常吃乳肚是不會吃牛肚的 但是我剛剛就是點那個比較貴的 我要盡量點貴一點 才不會500元超級多 如果500元都吃海帶 阿不就吃到爆 對 所以我就點一些比較貴的 這個47塊 唉唷 不錯 這牛的味道出來了 牛的味道出來了 這個也可以拿到8分 我覺得相當不錯 我們這邊有 有鴨有牛 還有雞 有各種 它不是雞心啊 我這邊說 剛才那個不是雞心啊 難怪這麼大顆 雞心啊 雞心的部分 吃完會有這個魚韻的味道出來 但是 我覺得還OK 雞心還OK 再來是我們的豬肝 豬肝的部分是35塊 豬肝好吃耶 8.5 絕對有8.5分 因為豬肝很多人會討厭 是因為它吃完會有粉粉 沙沙的 它這個豬肝吃下去是整個化進去 吃完了之後 你嘴巴裡面 並不會有太多那個豬肝沙沙的粉 我覺得非常OK 再來是我們的豬腱肉 半個是36 OK 36 那現在加一加目前是501 普通普通 沒有到特別重的味道 我覺得這個豬腱肉就是豬腥味更重 還OK啦 味道還OK 配點蔥還不錯 大概就7.3 7.5吧 喔 我錯了 我剛才那個是鴨腸 因為我有叫兩種腸子啊 更正一下 剛才那個鴨腸是37塊 那吃起來就是 不錯 我覺得這個鴨腸不錯吃 嗯 然後最後一個 我們這邊是脆腸 脆腸不一樣 鴨腸是鴨腸 然後這個是鴨脆腸 兩個不一樣 喔 所以剛才加到鴨腸那邊是391 因為鴨腸我講錯 然後鴨腸是37 最後這個脆腸是47 所以391加47 538 538 脆腸 最後吃吃看 其實沒什麼味道 就是嚼勁 嚼勁系列的 嚼勁系列 還可以 欸這嚼很久耶 嚼很久 嚼勁系列 好 那 這麼多的東西 我覺得相當不錯啊 整個吃起來是蠻開胃的 然後啊 感覺是會吃蠻飽的 因為 畢竟有這麼多 呵 好那這邊538塊介紹完了 欸 後面那個 青春豬頭少年不會夢到懷夢美少女 前幾天去看了 第二天去看了 第一天要去買的時候還完全沒有票 爆滿 然後第二天也是爆滿 有看動畫 或有看小說的一定要去看 喔不是工商 我個人真的覺得蠻好看的 好看好看 我自己也想二刷 像天地之子也是二刷 好 那就先聊到這邊 各位可以在我等一下進入縮時的時候呢 來幫我留言一下 想要看到我吃什麼500元系列喔 因為 像一開始講的吧 我就是因為看到很多滷味 然後就突然間很想吃滷味 就是這樣感覺 所以呢 各位去留言 有什麼好點子 留出來 我如果喜歡 或是那個留言很多讚 我就會去拍 OK 越多留言就越多想像嘛 越多想像空間 越多創意 我就可以去拍 也不一定要500元 是什麼 多少元吃什麼 或是各種不同的系列 如果想要繼續看 接著的500元系列 記得按讚 然後想要看我拍什麼題材的500元系列 也記得留言 OK 那我們就馬上進入今天的500元滷味之旅 最後一塊 好 吃完了 那 超級無敵飽 沒有到超級世界無敵霹靂飽 上一次是超級世界無敵霹靂飽 還是會打嗝 上次也是一直打嗝 我等一下還要去上日文課 好飽 真的好飽 但是 比起第一次的麥當勞 這一次比較沒有那麼飽 比如說滿分10分飽 這一次大概 9.8 9.9 已經快要到滿分飽 那上一次麥當勞 這個就是12分 對 12分 上次超飽 以這樣來說的話 這次的體重應該不會增加的比麥當勞多 上次麥當勞是增加1.4公斤吧 那我們現在來看看 73.5公斤 會增加多少公斤 74.8公斤 有沒有 說得沒錯 比麥當勞少 這個也只有少0.1 所以我也是吃了1.3公斤的滷味進去 好飽 不過500元企劃 我覺得比一週企劃簡單一點啦 畢竟一週企劃就是會很膩 那500元企劃就是一次會很飽 那相比上一次的一週只喝牛奶 我真的覺得這兩次的500元企劃真的是 幸福 幸福 上一次一週只喝牛奶真的太膩了 又會拉肚子 不行不行 上次的一週太累 好一週一樣會繼續拍 底下一樣可以留言想要看我拍一週的什麼 500元企劃一樣也會拍 除了這兩個固定企劃之外 OK 那沒問題 總之這一次的 XV企劃指500元吃到飽 第二集滷味篇成功 OK 非常開心 500元企劃非常多人喜歡 上一部500元麥當勞 真的很多人喜歡 我也蠻感動的 很開心 原來又有一個新企劃成功 不枉費我上一次在 睡覺的時候想到這個 大家500元的一個感覺 上次我也有在留言問說 大家會不會平常存錢 然後存一陣子 一兩個禮拜 兩三禮拜 然後吃一次比較好 比較貴了 很多人都會說 加一加一加一 沒錯 如果你有這種感覺的話 你也可以在底下留言 OK 這一次 我一直瘋狂講話 只是為了不要讓我打嗝 因為我現在真的是蠻飽的 我上一次吃完麥當勞 是整個沒辦法 不太能講話 這一次是勉強可以講話 但是我要講很快 不然 我這個打嗝的感覺 就要上來了 好 OK 那這一次企劃成功 快上來了快上來了 這次企劃成功 還是要看到我拍什麼 500元企劃 吃什麼 在底下留言跟我講 店名或者是食物類型 都可以 我是李遠鏡 喜歡這個影片 幫我訂閱這頻道 按讚開小鈴鐺 我們下一次見 掰掰 500塊的麥當勞的量 好 那我們現在就要來 邊吃邊介紹 我到底點了哪些東西 看起來超級飽的 好 發票508元 OK 點超級多 那我們就一個一個來介紹 首先當然是薯條 嗯 味道呢 我講也不用多說了啦 所有人都知道 麥當勞的薯條味道是怎麼樣 好吃